我覺得其實剛看到他被所謂的火烤的那個畫面 連我這麼不喜歡他的人 其實我就有點難過 因為他坐在那邊你看到他到後來是有點頭大腿你知道嗎 就是想說我淪落到什麼地步 我是誰我在哪 你所謂如果真的要diss的話 那你好歹也給他一個麥克風 大家互相diss嘛 對啊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啊 如果說這是一個競賽 那你就要分成兩個 你就叫陳志涵材條去diss黃國昌 然後另外一個就黃國昌來diss陳志涵 你們兩隊不斷的那個大嘻哈不是這樣PK他嗎 這才叫diss嘛 你們包圍起來然後一直在攻一個 不給他什麼麥克風 不給他耳機的人 這叫什麼 這故意給他衝丁嘛 就是霸凌他嘛 那為什麼陳警何時會霸凌到他這樣子 那個陳志涵講了一句 他說什麼 為什麼你們名嘴講了 你們可以我就不行 好 為什麼 因為沒有柯文存在 就沒有你陳志涵存在 你搞清楚好不好 他是你老闆 就回到之前 我們又一直被討論什麼什麼什麼 女僕事件 你他是目前請你們的 你是幕僚人員 所以我是不知道 哪一個老闆會讓自己的員工弄存這樣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講的有道理也就算 你現在每一句話每一句話 你只是把柯文存弄得 不要說一點一點公信力都沒有 好像弄得好像是一個傀儡一樣 任你們這邊擺佈 好 比如說像什麼 黃國昌講什麼 黃國昌說 這個主席傳訊息給我 如何提高流量 他說誰問他怎麼提高流量 我怕主席會想起不好的回憶 因此不會念訊息 你知道你講出了 那個柯文哲心裡最大的秘密嗎 他為他現在的流量崩盤 感到非常的害怕 害怕到問唯一有聲量的人是誰 黃國昌問如何提升流量 結果你把他心裡面 他等於在你面前 你其實沒有穿褲子 雖然按照Gras的講法 好像從來沒穿上去過 但是你現在竟然又在公眾的 去告訴他說 他沒穿口 他沒穿口 你知道他現在沒穿口 我覺得這是讓人家覺得很 他等於是對你揭示出 他的脆弱那一面 結果你把柯文哲最脆弱那一面 你把柯文哲最害怕那個東西 你把讓全世界人都知道柯文哲 已經為他自己的聲量崩跌 這件事情在害怕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 不厚道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把它弄成這樣之後 我們這裡看805人同時線上看 你們火烤柯文哲 你把你們唯一的一個 金吉姆精神指標拿來烤成 BBQ了BBQ了 結果只有805人在看 你不覺得讓人家學的很心酸嗎 再來還講說 我沒有回柯文哲的話 因為愚人的問題 智者沒有辦法回答 這個有時候 我們在虧什麼的時候 是有一點就是 我們明顯顯然不相當 我這樣虧 你現在黃國昌 你明明知道你聲量 比柯文哲還要多 你明明知道大家都在覺得 你有可能會取代柯文哲 結果你還說 他傻人我沒有回答 他公開說自己的黨主席是愚人 這個真的很妙 就這個東西我們評論就都還合理 對 你這樣子公開說 你們自己的黨主席是愚人 然後公開告訴大家說 我們黨主席不懂決策 我們黨主席會被騙 對他們到底好處是什麼 對啊 所以就讓人家覺得 就其實從頭到尾 只弄出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柯文哲就是個傀儡 柯文哲在藍白河的時候 就已經是個傀儡 被這些母解惠 而且母解惠還說 早知道連去都不讓你去 那就是一開始沒有害到你 而且妹妹還授權幕僚 說可以撐他 對 打分去 對 那這樣子如果連這種話都講出來 我想請問你 你柯文哲有什麼顏面 繼續當黨主席 還是說 其實這所有的一切 其實去詆毀柯文哲 去毀損柯文哲 去把柯文哲所有的領導力 能力降到最低 目的是為贏接 陳佩奇的時代嗎 對啊 是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 那我還說 你可能還有一點策略 如果不是 你把你們現在的領導人 說得沒有一句話 說得不聽 你目的到底何在 所以我會覺得 到了這個時間點 現在畫面出現一個最重要人物 媽媽 媽媽 過哪一天 連柯媽媽都出來說 我們問題這樣不行 我覺得他現在不行 他都要聽柯文哲的 都要聽陳佩奇的 到那個時候 可能本來垂簾聽真的 不管是柯媽媽 或是陳佩奇 或者是陳志涵這個小姐姐 到最後那個垂簾可能都不連了 都直接就變成是 就是這個 女姐會直接作證黨中央 哇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好 可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對啊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